事实上宏观经济近日回暖表现也说明人民并没有长期贬值的基础 随着投资和消费数据出现奇稳 彭博数据预计中国11月GDP同比增长将会达到6.85% 这是自今年6月份以来的最好数据 这也意味着中国在经济转型方面的过程似乎比悲观的市场人士预计的要更加顺利一些 或许也让美联储自2006年以来首次加息的举动更加的方便 所以如果没有更多的意外 美联储本周三就是今天晚上 务必会开启新一轮的政策紧缩的进程 市场又猜测了 经济有所急稳或会让政府暂缓 进一步实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 此外有消息说央行昨天公开的市场将会进行100亿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 继续维持地量操作 有分析认为了 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侧重于短期流动性的调节 为应对资金外流的压力 央行再次动用准备金工具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再次动用准备金工具的糖尾